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娱乐秀节目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四点就在这里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播出 我是主持人肖发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共享这一段曼妙的下午休闲时光 今天的娱乐秀 首先关注到的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张新义 这位二姐在微博当中晒出在飞机上的自拍照 原来她抱着乘风破浪节目组送给他们的辣椒种子 据说她种在花盆里 如今已经长出了辣椒 可见已经培育了不少时间了 然后配文说念念不忘必须抱走 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原因要暂时离开一下 但是这盆辣椒还是得随身带着 然后就调侃他们这个组合叫凹凸组 看起来都不是正常的鸭子 许梦桃在评论中也直呼 学到了二姐有才 我要把我那盆生菜也带走 而张秀妍在微博中也分享了这一组 就是凹凸组的快乐时光 大家在一起训练的一些日常的照片 还有大家在训练之后 给其中的一位组员张黎来庆生 气氛相当的融洽 做出了很多搞怪的姿势和表情拍照 另外演员迪丽热巴 今天微博分享了今日份OOTD 照片中他戴着墨镜发丝飞扬 然后几乎是各个角度 从上到下从下往上的一些字牌 搞怪又可爱 但是无惧任何角度的字牌 都是一样美 今日份OOTD 哎呀我感觉也有点跟不上潮流了 OOTD是一个网络流行语 出现在印词上比较常见 是英文outfit of the day的缩写 意思就是今天的穿搭 所以这个比较用于在很多喜欢发自拍的人当中 用的一个流行语 就是今日份OOTD 看我今天的穿搭 打扮是这样子的 可以秀一下自己 另外一位姐姐容祖儿 在微博中分享了夏日的假期生活 这次晒出的是泳池照 在游泳池里面的一些pose 然后在泳池里尽情玩傻 甩头发什么的一些美美的照片 也感觉她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 歌手叶倩文的一组最新时尚大片当中 身穿蓝色花纹 香槟色的长裙 显得非常的美艳动人 置身于花丛中 虽然一头银发 但身形 包括那个身材 都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60岁依然保持着优雅的气质 而另一位在她这个年纪 也保持非常好的状态的 就是香港的刘嘉玲 她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 这个周末的一些随拍 素颜出镜 微笑的面对镜头 好像就在自家的庭院院子里面拍的 然后还随处的取了一些景色给大家 可以看到这个庭院布置的 设计的相当的雅致 还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品穿插其中 另外香港49岁的郑秀文 最新银的一组时尚大片 穿着毛绒外套 内搭低胸吊带 还有鱼网袜 戴着蕾丝手套 哇 感觉就是又复古又性感 留着微微的短发 又很干练 49岁的气场和魅力 真的是无人能比啊 肖亚轩最近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自己受伤 恢复之后的素颜障 但是表示说我已经准备好睫毛了 好像看得出就是贴了睫毛 其他好像没怎么太化妆 疑似要慢慢地回归大众的视野 但是仔细看下巴部分 就是嘴巴附近的这些皮肤 有一些深色的疤痕 就是受伤久了 那些疤痕像是以前受过伤 但是自然修复之后 没有像以前皮肤那样的原生状态 而是也有一些增生的痕迹 就是新长出来的皮肤 跟原来还是不太一样的 来自男歌手蔡徐坤的一组海边大片 包光大片中他全黑的look装扮 非常的酷帅游行 漫步海边 感觉清冷色调 但是带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还有一位我们都以为是正规的 正牌的杨迪发布 晒出了广播电视 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的合格证 然后他自己也说 真没想到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也是有证之人了 原来他之前都是客串嘉宾的吗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之前还没有这个证 但是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 台湾黄子娇的妻子孟耿如 产后现身了 出席活动的时候被指 哇像个少女 因为之前他曾经坦言 整个孕期胖了7公斤 哇那有14斤呢将近 结果生完之后 就这一两个礼拜 据说已经受回到产前的体重 他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谢谢妈妈给了我这么好的体质 所以瘦下来没有花太多的力气 哦他觉得自己是瘦弱的体质 所以总是会瘦下来的 哎呀气人哪 另外他也大方的公布了 小玉米的英文名 就是和影后查理兹赛龙一样 就是查理兹 他希望爱女可以像名字背后的自由人 那个寓意一样 可以永远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生活 今天7月11号 歌手李荣浩迎来了自己37岁的生日 凌晨的终生刚过 老婆杨陈琳就通过个人社交账号 卡点为老公庆生 陪文是 你快乐就是我快乐 生日快乐 这已经是他连续第八年 卡点为李荣浩庆生 然后歌迷在评论区祝福说 好 点播一首杨陈琳的 以年为单位的爱情 杨陈琳晒了一张和老公李荣浩 牵着手的背影合照 都穿着黑色外套 站在岸边 然后向前凝视着大海深处 看上去背后看还蛮般配的 杨陈琳和李荣浩的爱情故事 怎么说呢 也挺浪漫的 李荣浩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 将重要的一个嘉宾位置 留给了杨陈琳 然后在现场热烈的氛围下 李荣浩当众献吻 这也让杨陈琳有点猝不及防 婚后两人继续 虽然聚少离多 各自发展演艺视野 但是似乎并没有因为距离 而产生艰细 反而感情越来越热烈 也越来越互相更信任了 两个人目前都有工作 像是嗨放派的第二季 首次的录制路透照 释放出来 上一季的成员 任嘉伦 魏大勋和李荣浩都有 除此之外 这一季新增了 范晨晨和李淡加盟 在路透照当中 五位嘉宾身穿白色T恤 深蓝色长裤 显得非常的清爽帅气 而杨陈琳也录制了一档新的 综艺节目叫沸腾校园 在路透照当中 他手拿社团新招的一把折扇 现身在录制现场 然后头发高高的扎起一个马尾 搭配黑西装 感觉酷萨学姐范儿 瞬间拉满 沸腾校园 据说是一档全国高校社团 敬演节目 将强势集结 全国最强高校的阵容 其实就是打造一场高校 舞蹈社团之间的最强之争 实际上就是选秀节目 但是对象是大学生 然后主要内容是舞蹈 暂定的播出时间是7月份 嘉宾阵容目前有蔡徐坤 杨陈琳 谭剑刺 以及Into One的队长刘宇 另外7月12号 明天是演员刘涛的生日 好闺蜜秦海璐 已经在刚刚到来的12点的零点 卡点在微博中给刘涛庆生 说亲爱的沃涛生日快乐 我们一直幸福快乐下去哦 粉丝们也都留言祝福 神仙友情要一直幸福快乐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由芒果TV 湖南卫视联合TVB 出品的生生不息 港月记 收官 并且迎来了金曲盛典 三个月的时间里 有歌就不怕跨越山海 来自内地和香港的16组歌手 以音乐为媒 在节目中组成过37组的 内地香港搭档 合作演绎了43首金曲 通过同频共振的音乐语言 也递交了深厚的友谊 生生不息的港月记 没有繁琐的赛程设计和竞赛规则 所以相对简单的流程 也是让观众把注意力 更多的集中在歌曲的演绎上 而在这一组的敬演歌手当中 最具分量的就要数 曾经叱咤香港乐坛的 林子祥和叶倩文夫妇了 舞台上的叶倩文一头白发 但是嗓音和表现力 似乎更胜当年 比如希望以后活成她的样子 都成了网络热议的话题 队长杨千华 昨天是发微博晒照告别 生生不期 她表示荣耀战队 是千华队客情队 一起愉快比赛 合作呈现精彩节目的见证 希望可以看到不止乐语歌 整个华语乐坛都有好的音乐 可以层出不穷 生生不息 另外周笔畅也发长文 告别生生不息 她感叹三个月的时间 真的好快 也表达了录制节目的开心 说从舞台设计到选曲 编排再到歌手之间的合作 每一个环节都让我感受到 专业的力量 她也动情地展望未来 说不管是乐语歌 还是国语歌 我始终相信音乐是我们的希望 我希望她会变得越来越好 她也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生生不息 在节目中被推选成为宝藏金曲推广大使的周笔畅 这次节目当中带来了多首作品都广受好评 而且很多都是让人眼前一亮耳朵一醒 因为好多歌曲也都比较小众 好像没有听到过一样 她让1984还有远这些歌曲 以及创作者们都重新获得了关注 接下来我们就将听到的是 周笔畅有一次翻唱的来自香港的 一个比较小众的乐队 Swing所带来的歌曲 1984 Swing所带来的歌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84 凉月一分秒某人某地 吹吹温暖的声音 与不变的天真送上热闻 要让我珍惜一段光荣 我那天没太关心 甚至让你好懂 不知走开再放弃 一切万元的声音 与不变的天真 想要让我珍惜一段光荣 我那天没太关心 甚至让你好懂 不知走开再放弃 我那天没太关心 不知走开再放弃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他人再度曝光了全新预告 预告片当中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拉开了帷幕 两大男主角凶狠的互殴 一场又一场的精彩的动作戏 所以整部影片应该会比较吃重动作场面 在导演罗素兄弟的调教下 影片又具有炫目且炸裂的质感 而且影片动作戏的密集程度超越了 大部分好莱坞电影 应该蛮刺激的 两大男主角瑞恩高斯林和克里斯艾文斯 联手送上精彩的动作场面 其他演员方面 安纳德·阿玛斯 雷吉让佩吉 杰西卡·亨维克都将出演 本片也号称是 枉飞迄今为止出品的最贵的电影 制作成本两亿美元以上 而且制片方会希望打造一个 007级别的间谍片的系列 影片是基于马克·格里尼 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 故事讲述两个杀手之间的致命对决 金特里被前中情局的同事 劳艾德·汉森在全球范围内追捕 按照计划 本片是7月15号在北美院线上映 然后7月22号上线枉飞 另外一部美国恐怖故事集 第二季发布了新喊报 带着婚纱头饰的鬼娃娃 正在缝合自己的伤口 让人不寒而理 美国恐怖故事集是2021年7月15号 推出第一季 洛尼·佩里斯特里用每集 讲述一个惊悚故事的方式 表现了自己的想象力 第二集当中 这个面无表情的人偶 似乎会成为主角 而海报上高度女人化的人偶 似乎拥有了独立思考能力 能够自主使用针线来缝合伤口 她胸前巨大的一个Y字形的伤口 就好像是解剖后留下的 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猜测 据了解美国恐怖故事集的第二季 将于7月21号起和大家见面 娱乐秀 接下来我们关注漫威的新片 美国队长4的一系列新消息 终于是确定了导演的人选 最终是曾经指导了 克罗佛·贝论·卢斯等影片的 黑人导演朱里耶斯·约拿 成功获得了漫威的首肯 成为了这部万众瞩目续集的 执掌者 而随着漫威宇宙的发展 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之后 不少初代的英雄们便归隐了 像由克里斯·艾文斯所饰演的 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 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预计开拍的美国队长4 会把这个角色交棒给 猎鹰·珊姆·威尔逊 就是由安东尼·麦凯 所饰演的这个角色 可是消息一出 不少的影迷无法接受 在社交平台上纷纷发起抵制 说漫威真的很糟糕 如果是猎鹰当美国队长 那我就不看了 针对这些言论 克里斯·艾文斯做出了最新回应 他直言 山姆·威尔逊就是美国队长 哇 这已经是点名了 实际上呢 克里斯·艾文斯离开美队 和漫威也不是临时的决定 早在2018年 当时就有新闻指出 在复联4之后 艾文斯版本的美队 将会离开漫威 当时克里斯·艾文斯也说 这会是红白蓝配色的超级英雄的战袍的最后露面 而在复联4结尾的时候 老去的史蒂夫·罗杰斯就点名 希望由威尔逊接盾 而在剧集《猎鹰于东宾》里面 威尔逊也是正式地接手了盾牌 成为新一任的美国队长 在庞大的漫威漫画宇宙当中 有数不清的角色和故事 每一条线路都有发展 所以美队的离去 并不会影响漫威电影的整个布局 不过目前美国队长4 还暂时没有具体的拍摄安排 如果一切顺利 影片应该会在几年之后 才能上映吧 这世界你来我往 总是有令人不舍的结束 以及充满期待的开始 怀念着过去 但是展望着未来 好了 我们一起度过了 快乐的娱乐秀时光 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是小芳 下次再会咯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声音和这下雨声 今天奠奏鸣曲 回味无穷的三言两语 雨落下 您的声音和这下雨声 绵绵细雨潮潮尽到冬天 凉凉冬季渐渐风轻好心情 留在记忆都跪进我和你 只剩三万天分之一我们在一起 没有说好也无法延续 往后的每一个下雨天我会想起你 偶然的这短暂的欢迎 雨落下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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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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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